自己參加比賽十足可以體會到心跳的感覺 看別人在台上比賽 彷彿又回到自己參賽的時候 那絕對更是一種觸變的感覺 有許多話我們在心裡 或許是不太敢說 或許是因為時機的關係 沒有勇敢的說出來 但是有一句話 我一定要深深的在此 向所有的競賽者說 不管成績如何 你們都是最棒的 給自己掌聲鼓勵一下 上台是一種會讓人成名的感覺 有人一上台就不想下台 但我知道大家重視成績 比重視我的講評還要來得重要 此時此刻如果多說一定有害 甚至會破壞三冠王的名譽 鐵冠旅冠一開冠 那些都已經是過去式了 剛才一位參賽者在廁所說 我好像在幾年前的錄影單看過了 在洗手間不太適合討論 今天的集席問答 看來簡單實則有點陷阱 你最想和家人說 卻又不敢說的一句話是甚麼 我用三個重音來表示 家人 所以父母親 兄弟姐妹 或者是自己的子女 太太都可以 卻又不敢說 不敢說他一定有背景原因 有時候我們想說 但我常常說 只是呢 我覺得這句話還不錯 但他既然不敢說 一定是你們心裡有一點疙瘩在 可能是因為情感上的交流 可能是因為我們民族性的關係 所以礙語 有話難以說出口 再來一句話 所以這句話一定要用螢光平凡 標示出來 一定要用重音去強調 千萬不要兩分鐘講完了 您的那一句話是甚麼呢 沒有辦法強調 那就變成長天大論了 其實啊 那一句話 就像是天使國度當中的小偷 讓我們的生怕 一說出口 它就破滅了 它又像是哈利波特裡面的佛地魔 我們只要稍微想到它 就覺得情感上難以去碰觸 其實那一句話都是我們內心深層的情感的佔多 那麼這一句話呢 一定要有包裝 有人用開門剪刪 首尾呼應的方法 讓我們印象深刻 有人呢 義軍突起 平估指數 媽媽 我會把你的財產交給我 用這樣的方式來引起大家的共鳴 第三 有人微微道來抽絲剝繭 前面先不告訴你們那句話是甚麼 一直到最後才彷彿看向青天 告訴她的母親 我愛她 這種時空上的交錯 每個人的技巧各自不同 但是我覺得各有巧妙之處 更重要的是 你一定要針對自己的情感 使用自己的語言 透過包裝 來把這個主題參數清楚 我想十個人有十個不同的生命的故事 但重要的是 你要讓我們聽著覺得是入味 因為這個題目是講自己 而不是講別人 有些人說起來會覺得 你的情感好像是在講別人的故事 而不是自己的故事 所以這是幾席問答當中 一個很重要的技巧 再來 各位在台上要上台之前呢 可能會覺得 我的腦袋一片空白 或者是一片混沌 該怎麼辦呢 我建議大家以慢打快 不要急著說 而是要慢慢說 很多想法會隨著你的思考 一步一步慢慢成形 再來呢 不妨透過心智地圖的方法 我用鎖定主題的方式 再慢慢擴散 這時候你們就會覺得 我所講的任何東西 都是圍繞在這一句話 是什麼 為什麼 我說出來之後 又會怎麼樣 才會覺得 你說了好多人生的故事 但是似乎有偏提的效果 以上幾席問答 跟大家分享 再來有關各位的 今天的指定演講 說真的 今天競賽真的非常的激烈 我歸納出三個特色 第一個 很有極致 哪怕是那原本所設定好的演講稿 上來還可以站在別人的肩膀上 套用它的分數 光是心跳就沒用了好幾次 第二個 自在 我覺得大家呢 都已經跳過了演講的成分 而是在分享一個人生故事 我覺得這是不太容易的 畢竟大家會有第三個壓力 第三個 價值 現在大家知道 我演講不是為了演講 而是因為有些價值要傳遞 如果你因為演講沒有價值的話 那麼其實就是秀髮枕頭 重看不重用 當然還有一個附加價值 就是今天有蠻多的崩商服務時間 賣鍋子的 賣那個什麼 觸電啟動器之類的 我想等一下大家散會之後 除了邊吃肉碗以外 還可以談一談生意 這裡其實讓我們知道 指定演講 幽默不可少 如果你像我這麼嚴肅的話 你幽默演講 絕對會失敗 總而言之呢 我認為演講 三個層次跟大家分享 大家不妨反除一下 第一個層次叫做 把演講當做演講 因為你有話可以說 實際上每個人都可以上到這個台上來參加演講比賽 所以你可能重視的是我技巧上的學習 我看了一層演講的冠軍 他們說了些什麼 我跟我的生命經驗來做結合 我有話可以說 所以我把演講當作是一個演講 但是呢 這個畢竟只有表層 第二個層次叫做 我不把演講當演講 因為到這個層次的時候 是我有話想說 到底在我人生的長流當中 有哪些故事是我值得和別人分享 而且可以引起人家奉明的 我不會說只有我想講的 但別人都沒有奉明 這樣他就無法得到情感上的連結 這第二個階段 不把演講當演講 第三個階段是什麼呢 我們還是要把演講當作演講 因為畢竟我們有價值要傳達 我們有情感想要傳遞 我們是希望達到一種有話想要說 不土為快的這種情感上的交流 三個層次和大家分享 那如果大家希望自己演講上 能夠再精進的話 第一個篩選很重要 畢竟我們辦演講比賽 這麼久的時間了 哪些主題比較討喜 今天可以看到 大家在價值上的傳遞 你殺價 心跳 意外 微笑跟運動 都是生活當中很簡單的 但是呢 能夠篩選抽絲剝繭 其實裡面的價值就會慢慢的呈現 篩選之後呢 第二個要重組 重新的組裝 今天有機會比較可惜一點 我覺得有點像科學期刊論文的發表 用的言詞可能偏硬的 他所說的我都能夠認同 但是少了一點演說的美感 因此就是所謂的包裝 我們的語言的運用非常的重要 有人語音好聽 有人羞辭得賴 這些都是我們的特色 各位演起來 我覺得真的是聲龍活虎 這個舞台的運用非常的巧妙 再來最重要的就是不二法則 就是練習 一篇演講要練習到什麼程度呢 你連半夜突然驚醒 在講木話 不是你的演講 那就對了 哪怕你半夜睡覺的時候 心跳達到兩百 唯獨練習 而且是不怕失敗 不怕人笑的練習 才是來參加演講比賽最主要的核心 最後兩句話送給大家 當真才能美夢成真 努力才會產生魅力 主持人 我就不太重複講了 我只要分享幾個經驗 指定演講的部分 當然價值是很重要的 不過呢 我今天要講的是呈現的方式 今天有些演講者呢 你可能太害羞了 所以呈現的方式在台上 看起來會比較弱一點 可是呢有一些 可能太適應這個舞台了 上來之後 感覺急著要去自發玩的那種感覺 那個氣勢強到 我覺得 我閉眼睛一分鐘靜默的時候 那個臉還在我面前 的那種感覺 會讓裁判評分的時候 會有一點嚇嚇這樣子 收 要懂得放 也要懂得收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非常收的演講者 你要去學習別人是怎麼放出來的 可是如果你本來在舞台上就是非常放的 走路感覺好像走在自己家的廚房 一樣的那種狀況的時候 你就要減少你一直走動的機會 因為我們今天的舞台比較小 所以你一直如果走到這邊 又走回來 一直來回一直走的時候 七分鐘的演講 會讓觀眾看得好像在暈船的感覺 所以呢我是覺得說 如果你很放的演講 要收一點回來 這樣才能夠符合那個微笑的感覺 要不然最後你就說 對不對 那種感覺很恐怖 我自己都不覺得那種微笑的感覺 類似這樣的狀況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如果集席問答的部分呢 我會建議你第一個 你可以去看一下歷年的題目 以前早期中文演講比賽的部分的題目 比較硬一點 比較發股一點 演講會帶給你什麼樣的啟發 為什麼 好 早期是這個題目 最近幾年呢 包括最驚悚的題目 大概就是 我去參加比賽那一年 請問你是哪一種職務 為什麼 我跟定位參加的那一年是說 假設人假設巨子的 如果你可以回到18年前或18年後 你會想要做哪一件事情 所以呢 如果我們用一種定義型的方式來看的話 集席問答比賽 其實他們出題都不會拖三個方向 第一個要你定義什麼東西 請問你對幸福的定義是什麼 為什麼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 假設如果你有超能力 你最想要擁有哪一種超能力 為什麼 對不對 這是第二種 第三種呢 都會叫你講一句話 一個字 一段故事 一片 一個風景 一個旅程 我曾經參加過的 是叫你描述一個 你最難忘的一段旅程 單數型的這種演講比賽的時候 在這個題目如果是單數型 他會要你講故事 請注意 那個故事當然是你喜歡 而且是你掌握得住的故事 我們曾經看過有的演講者 希望講一個故事或講一個很華麗的一個內容 結果講到最後他收不回來 他無法把這個東西做結尾的時候 就會讓裁判看得出來 你其實不是很能夠掌握出這樣的議題 所以呢 我會建議大家 第一個 你盡量講回自己這邊來 不管再難的題目 講到自己身上來 憂你一末 都會讓台下的觀眾有反應 然後裁判也會覺得 你這個機制反應非常的快速非常的好 千萬不要講太遙遠的事情 比如說18年後 開始畫地圖 18年後 我可能當選總會長 然後呢 副總會長是我太太 然後呢 另外一個副總會長是我婆婆 然後這個 講得太遠之後 你收不回來 結果呢 你就會發現說 那最後就是 你今天當不成總會長 你比賽也扔不到冠軍的狀況 所以建議你 只要把問題 如果他今天是非常簡單的問題 你最喜歡的一本書 請把它簡化 可以講什麼 我那一年我就覺得說 我跟雅琴會有講說 如果那一年我參加 我最喜歡的一本書 我會講小叮噹 因為小叮噹 富含了人生歧視 我們每一個人都想要當大熊 可是我們每次都當狗熊 這種感覺 你就可以把那個人生的歧視 這樣由簡入翻 如果今天題目太複雜了 請你用馬行的事件 來想一講 你對人生 你的生命的看法 那你怎麼辦 你把這個題目說小一點 我今天如果沒有搭馬行 可是我沒有辦法拿到馬行 可是我可以搭華行 華行 一樣可能有回不來的機會 那我如果在這上面的話 那我該怎麼做 這個部分 你可以把它再圓回來一點 多講一點自己的經驗 在這個部分 你掌握得住 就可以讓它容易結尾 最後繼續問答 就會比較容易得分 這是我給大家的一千建議 然後呢 我知道大家已經看到 謝謝大家